字幕作為初音樂 大家好 我是胡代儀醫師 今天剛好有空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最夯最熱門的女王波 它的相關的優缺點 我們就先來看看女王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甲體的樣本 女王波這個甲體最大的特點就是 非常的柔軟 在柔軟的同時 又有足夠的飽滿度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樣品就知道 柔軟度跟流動性非常的好 而且同時它也非常的飽滿 看完了女王波 我們回來看一下柔滴跟摩滴 這兩個產品 這兩個產品剛好它的特性是相反的 柔滴顧名思義就是比較柔軟 但是它的飽滿度就是比較自然一點點 摩滴剛好相反 它訴求是足夠的飽滿度 但是因為它的飽滿度比較好 充填率比較高 相對於柔滴來說 觸感起來感覺上是稍微比較Q一些些 看完了柔滴跟磨滴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女王波 我們剛剛講過 女王波就是可以兼顧柔軟度跟飽滿度 但是女王波手術完還是需要一些維持性的按摩 來增強它的柔軟度 磨滴跟柔滴 他們基本上術後不需要任何的維持性按摩 手術完只要按照醫生的規定 做定位衣的穿著一些保養 自然就好了 不需要任何額外的按摩 所以總結來說 女王波的這個材質優點非常多 但是在手術後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來做維持性的按摩 反過來說 手術後比較沒有空 比較怕麻煩的人 可以選擇做柔滴或者是磨滴 他們的術後照顧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 完全不需要花任何額外的時間來做按摩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小實驗 平常大家都會問說 這個甲體的彈性究竟是什麼樣 在螢光幕前的各位 一定沒有辦法實際用手觸摸 我們今天就拿了一支按摩槍 來幫大家DEMO一下 我們先來試試看女王波 我們先從側面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震動感 第二個我們來試一下柔滴 一樣我們先從側面 看一下整體的柔軟度 看一下整體的柔軟度 最後一個我們來試驗一下摩滴 最後一個我們來試驗一下摩滴 對大家了解夾體的柔軟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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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而且在整體的柔軟度 接下來是一些柔軟度的柔軟度 像這個柔軟度有幫助 然後再試驗一下 很多人關掉 的柔軟度有幫助 而且需要柔軟度配達 近這實際的柔軟度有幫助 對大家